有沒有好看的寫真集 Pito就說要找寫真集 演員孟哽如立刻進夜代位 幫忙找書推薦 有沒有再精彩一點 這個很精彩 這個 你還有沒有別本啊 這位老大哥找書條件很特別 不過孟哽如應對自如 就連對方離開前不停回頭猛兵 他依舊維持鎮定表現 這回為了滑具22K夢想高飛 特別前進書店體驗一日電源 但面臨挑戰其實還不止真的 那小姐妳可以給我的電話嗎 嗯…大雷 只有一本 只有妳有的書 只有我有的書 什麼啊 什麼書 妳的領書 遇到帥哥猛搭訕 孟哽如流笑容化解尷尬 要根本認出對方及時同事 圈內人何夢遠 甚至書店執行長何飛鵬 也偷偷現身配合演出 你這次頭什麼鬼 為什麼把書弄這麼亂呢 對不起 這…嗯…好 我… 好好…對不起 演用黃偉廷下的不知所措 只能連連道歉 自身店員趕緊前來救援 實際就出動7台隱藏攝影機 還有兩台HD攝影機高規格紀錄 兩人擔任店員的遺域表現 讓他們在戲外 同樣能把職人精神發揮極致 所以請問眾可不得